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特别做一个三打运动员 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扛击打能力 如果没有很好的扛击打能力 在比赛中对方一个重拳一个重腿 就完了 继续战斗了 那是不行的 所以做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一个优秀的选手 扛击打训练是非常主要的 好 下面我介绍扛击打练习 首先头部练习 好 直拳 对 对 左右 好 好 侧面 好 停 做扛击打练习的时候 我要求预备知识 很关键的 我曾经讲过 预备知识 头往前方顶 往前顶 眼睛往上翻 瞅对方 下额内收 对方不管是拳打过来 如果我要挪堵伞 我可以堵伞 堵伞不了 我头往前顶 他打着我的前顶 前头 这个比较硬 不容易受伤 如果我的下额不往里收 对方 击打我时 打着我的面部 打着我的鼻梁 我很容易受伤 所以要求运动员 在训练中 要求头 必须前顶 前顶 前顶 击打的时候 我不容易受伤 不容易受伤 没有说哪个运动员 我的脸扬起来可以打 但是没有的 所以做个三手运动员 必须练习的时候 掌握好要领 对 两个人对着的时候 头 要往前顶 下额内收 两个手复好 对方打进来 突然打进一拳 也不能够击打 击打的什么样 我也不能受什么重创 好 再来 好 停一下 下面 再介绍一种抗击打练习 头部的 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练 我自己打我自己 做什么呢 做打我的下额 头部 这是一种练习方法 好 肩部的抗击打练习 对方击打我的肩部 手臂 好 开始 用力 好 停 站这边 好 来 好 这是肩部的练习方法 胸部的抗击打练习 胸部的抗击打练习 好 好 停 下面我介绍一下腿法的踢肌练习方法 抗击打能力 好 踢 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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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背部踢肌方法 记住 当对方踢击我的时候 我身体 肌肉要完全紧张起来 不能放松 不能放松 过去你讲过吗 内练一口气 外练筋骨皮 就是这个道理 含着一口气 气沉丹田 当对方踢击的时候 我肌肉要紧张起来 这也不能受伤 不能受伤 好 下面我介绍 对方踢击我后背的练习 抗击打能力 轻一点 好 方向 下面我介绍 让对方踢击我 肩部 胯部 大腿部 当踢的时候 我肌肉必须紧张起来 必须紧张起来 往前顶 发声 嘿 嘿 把声发出来 好 开始 好 下面我介绍两个 两人的练习方法 互相创凶 用我的胸大机 创击对方的胸大机 交换完了之后 下面看一下 坐下 这边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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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啊 创击的时候 力量要气沉丹田 发声 发声 嘿 嘿 把这个劲做出来 好 再来 嘿 嘿 嘿 顶 嘿 嘿 嘿 好 下面我介绍 肩创练习 两个用筋 方法同样 方法同样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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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面我介绍一下创术的练习 创术的练习跟两人干菜相互对创动作是一样的 它主不过是它的硬度提高了 人它有右 啊 现在它的硬度提高了 啊 看啊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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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介绍一下手臂的练习方法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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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种练习啊 特别能提高手臂的抗击打能力 下面介绍背靠大树的一种练习 抗击打能力抗击打能力的方法 啊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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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都顶创的时候要求伶、姫、创大树、 int 再靠上 再看一下 下面我介绍 散打中的机打练习 做一个优秀的三大运动员 他的机打能力 必须也得强 机打的有力度 有硬度 有强度 这样呢 在比赛中 才能重创对战 如果没有机打能力 机打的能力不强 打到对方的脸部 就像轻轻点水 长颖弹一下的 绝对不行 所以打的时候 踢的时候 必须有力量 所以我下面介绍 主要踢沙袋 打沙袋的练习方法 沙袋 非常能提高 机打能力的 作用 尤其是做一个运动员 做一个运动员 都在进行踢沙袋的练习 他踢沙袋 能提高自己的体能 耐力 力量 强度 速度 和自己的步法的移动的 身法练习 都可以提高 所以下面我开始介绍 首先我介绍第一个 边腿 左右边腿 踢肌边腿 在踢肌边腿的时候 要求 以前我讲过 踢边腿的要求动作 我就不再重复了 踢肌的时候 脚掌 脚背 要踢脚 踢在沙袋上 不要走出这个形了 不要走出这个形了 再看一下 好 下面有我的学生 给大家演练一下 停 力度 必须得上来 踢沙袋的时候 得有一种穿透力 这个力量 必须打 有一种穿透力 踢到人的时候 也要有个穿透力 如果你的脚面 这个力度 硬度练不出来 你到时候 你踢着对方 你也容易受伤 所以踢的时候 注意正确 脚背 踢到沙袋上 好 再来 好 再来 好 比以前进步多了 再来 好 再来 好 再来 再记住 踢的时候 跨地展开 横少 横方向少 再踢两个 好 再来一次 好 下面 左腿的边腿练习 好 我讲一讲正灯的练习方法 高一点 来 好 有个抽筋 啪 啪 啪 好 再来一次 来 好 再来一次 好 下面 我讲一讲正灯的练习方法 正灯 脚面 勾起来 全脚掌 灯于沙袋 要有力度 灯力的时候 灯沙袋的时候 要把我的腿充分展直 化展开 看我做一下 好 扶一下子 顶住 靠住 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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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也要有蹿透力 好 下面你来练习 好 不错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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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 好 左腿 左腿 往前送胯 好 好 下面我见识一下 撤踹的 登基 沙袋的练习方法 登基的时候要注意 提腿 展开 登出 这力度要大 好 看一下 挺住 好 好 下面有我的学长做练习 稳点 慢点 好 停 胯要展开 展开 在蹬的时候 这个腿 要充分伸直 你这个腿啊 就像我这个手臂似的 你看 顶直了 它才有力度 蹬的时候要快 收的时候要急 痛 不要着急 一下是一下 痛 回来 稳当然 接下一个 痛 第二个 第三个 痛 这么停 好 再来 开始 好 这菜就介绍到这里 下面我介绍 推法中的后摆踢 后摆踢啊 它是一个弧线进攻的推法 要求身体要转 要转体 踢 对啊 看一下啊 好 下面有我的靴上练习 转头 走 走 走 再来 好 不错啊 再来一次 好 停 嗯 下面我介绍 弹踢 啊 弹踢 是从底 往上踢的那种推法啊 啊 脚掌要蹦起来啊 啊 踢击沙带的底部 哎呀 记住啊 在踢的时候啊 脚掌必须蹦起来啊 啊 必须蹦起来 踢在什么那位置呢 踢在我的脚背 和脚踝之间啊 啊 这不用受伤啊 不易受伤啊 啊 而且踢的还有力度啊 啊 哎 这么踢就不好了啊 看 哎 嘿 嘿 嘿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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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绷起来脚 用力 好 下面我介绍 踢实装的一种推法 这个推法叫钉踢 以前我介绍过 这是传统套路 搓脚全力的一种推法 好 看一下 好 下面由我的学生 进行练习 这是水泥杆 非常有硬度 为什么我们用脚 敢踢它呢 因为我们的脚掌 经常走路 它也比较坚硬 所以踢它 不用受伤 再踢的过程 从要求练习者脚掌上翘 力点在前脚掌的脚底部 它主要提及对方的 也就是说 洗关节以下 好 下面我介绍腿法中的撩踢 这个撩踢啊 主要也是在传统套路 搓脚方子 搓脚方子拳里头 才有的 看一下我坐下 后撩腿 也就是 用我的脚跟踢击沙带的底部 好 下面有我的悬上进行练习 开始 脚跟踢击沙带 脚掌不要外展 两条脚走直线 好 停一下 记住啊 脚蹭地而起 蹭地 你看不着 蹭地 踢的时候 这个脚啊 必须是一条线 你看你的踢的时候 这么踢 脚就外展了 这不对 你现在的脚还外展 首先做预备知识的脚 现在能 就直线的 这样是它踢的准确 在踢的过程中 它不容易你的路线 不容易走偏 好 再来一次 这个好了 对了 就这样 好 再来 再来 好 左脚 发力点在脚跟 发力点在脚跟 好 下面我介绍 用拳 击打 沙袋的 练习 首先我介绍 直拳 直拳 注意啊 有些运动员啊 在打的时候 戴手套 它目的是什么呢 主要保护手 沙袋打的时候 用一蹭 一蹭把手皮蹭了 如果你要正确的话 这手不能受伤 为什么呢 我打一个点 打着点 我又回来了 没有撑劲 撑 这就说明你的动作不对 尤其直拳 下面来直拳练习 右直拳 尖要顶 打的时候要有顶尖 再可以打这沙袋的时候 左右可以移动 移动 步伐移动 都可以 看 直拳 打点 打出去之后 路线还回来 打出去之后 预备军事还还原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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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不能蹭 不能蹭 这一蹭 手蹭几下就蹭破 打点 怎么打 我手都没事 而且我越打 我的手的力量越大 它的硬度也就越强 好 下面由我的学生进行练习 好 这 都没有 tapped 窃 这 立码 你 雅 调 0 这 对 到 在 好,停 下面我介绍勾拳 看不着,我戴上手套了 因为勾拳在打击手的沙袋的时候 它属于弧线进攻的拳法 它打的时候,手跟沙袋接触的时候 我的拳跟沙袋接触的时候很容易撑 所以,撑几下手皮就用撑破 不管你练过什么 这么打,都得必须戴手套 都得必须戴手套 下面做勾拳 好 下面有我的学生进行练习 好 下面有我的学生进行练习 慢一点儿,稳一点儿,注意动作的规范性 好 下面我介绍拳法打沙袋的摆拳练习 摆拳也是弧线进攻的一种拳法 我也必须得戴手套 因为它有可能打击的时候也可以蹭沙袋 所以蹭沙袋的时候容易受伤 所以记住,除了直拳之外 练任何一种拳法都要把手保护好 蹭 手就用受伤了 所以要求都戴手套 下面跟我摆拳练习 啊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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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面由我的学生进行练习 注意 万步要紧张起来 不要放松 万步要紧张 如果打摆拳的时候 万步要放松的话 因为把万子闪着 万步打的时候要紧张 尖要展开 顶尖 钻体 蹬地 扭腰 好 下面我接受边拳 边拳它也是弧线进攻的一种方法 也是弧线进攻的一种手法 用我的手背 横向 转身横向 打击沙袋 力点在哪 全背 全背 好 好 手臂像鞭子似的 甩动开 富有弹性 不要紧张 不要僵硬 打击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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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钻体 随后手臂展开 鞭子似的 啪 啪 一放松这个劲就感受出来了 你找找个感觉 开始 对了 再放松 还有点紧张 抖动 手腕抖动 好 不要紧张 放松 手腕放松 左关节放松 肩关节放松 抖起来 对了 要求这样 对 再来 对了 对 再来一次 好 下面我介绍扎拳 这个扎拳 是由下向上 甩到身体后 完了之后 从上再往下 拍扎的一种拳法 它主要打击对方 拍击对方的面部 下面我做一下 Ch shaped 到了 旅行 这样 要快 就是她的 所以 是 是 在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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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臂 斩腰 挺胸 然后手臂像鞭子一样下闸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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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手臂放开 放松 像鞭子一样 放松 抽打 停 看一下 打的时候 拍 如果你不在手套的话 拍 可以抓 拍下去 手腕不用受伤 你要这么扎 这么扎 手腕容易受伤 手掌下拍 扎拳 像鞭子一样往下甩 停 注意手臂甩下来 你看我不带拳手套 你看我坐下 好 这个感觉 再来一遍 对了 对 好 不错 挺好 挺好 好 挺 下面我介绍一下拳法中的弹拳 什么叫弹拳呢 就像弹拳一样 就像弹拳一样弹打出去 用手背 击打对方面部的一种拳法 这个拳法呢 也是传统武术套路中 帆子拳中的一种拳法 三打中这个拳法很少见 他也是同时进行防守和反击对方的一种拳法 当对方向我直拳击打来时 我迅速地以着实为力了 着意为是 对方用右之拳或者左之拳向我击打时 我迅速地把对方的来拳拨开 往哪拨呢 往体的右侧 用左手拨打对方拳 拨 同时用我的手背抽打对方面部 来 快一下吧 记住啊 弹拳呢 坐在时尚要求手腕要放松 用手背抽打对方的面部 就像鞭子一样抽打出去 他为什么跟直拳有什么区别呢 为什么不用直拳呢 他是在比赛中 戴拳击手套也好 或者不戴拳击手套也好 跟对方进行实战的时候 也可以做出手腕放松抽打对方 但他的威力没有直拳威力大 他就是抽打 啪 抽打 放松的抽打 对方呢 抽打在眼睛上呢 对方的眼睛可能就看不清楚了 这主要是对对方眼睛进行攻击的一种拳法 对方拳打过来 拨 弹 拨 弹 拨 弹 他的沙场力照别的拳法要小得多 但是呢 他的幅度要比 摆拳和直拳要长 因为他手腕放开了 手掌也放开了 他要是比直拳充分展开 他也没有他长 是不是啊 身体再稍微前倾一点 他的长度就更长了 所以他优点在这儿 但是缺点呢 就是力量比那些拳 各种拳法要小得多 大家把这个记住 再练一遍看一下 弹拳 慢做两遍看一下 拨 弹 在做的过程中啊 一定要记住 这个动作是同时完成的 不能像我刚才慢动作这么做 拨 再做 这就慢了 做的时候 对方打过来 他 几乎两个手 动作要同时 动作要同时 身体呢 重心呢 一定要保持两腿之间 不能左右乱摆 也不能前仰 也不能后仰 记住这个 弹 弹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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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弹拳呢 我已经讲过 介绍过了 这个弹拳呢 记住啊 对方打来的时候 我的手啊 要拨 对方的手腕 不能拨 不能拨他的后 后臂了 手臂的后方了 主要是拨对方的手腕 把他破坏 把他对方向我直拳打来的路线呢 给他破坏了 然后我的手 我的右手啊 我的右手啊 反背 我这抽 他肯定防守了 这就不好说了啊 这就做不了了 我主要走这边 我这边抽 他用着打右拳 我走右拳的外撤 我用我的左手 拨打 哎 你这打我 你打我 你不好打 你打我一拳 哎 打不了我 啊 我占主动 然后我的手 抽击对方的脸部 啊 如果对方 用左拳打我啊 哎 他打我不好打 啊 你打我一拳 不好打 这时候我还占主动 我用我的 左手啊 弹击对方 弹拳 弹击对方脸面 啊 弹击对方脸面 啊 弹击对方脸面 明白没有 明白了 明白了 好 做一遍 我先你进攻啊 好 错 慢一点 别着急啊 哎 不对 哎 不对啊 怎么着 哎 记忆打过来 你要是用左拳打 我用右拳往里拨 哎 用左拳弹击你 哎 你要用右拳打啊 用右拳打我 哎 我用左拳 往里拨 往哪拨呢 往我的体内啊 哎 也是用体内推着他手腕啊 啪一拍就抽上了 这个两个动作必须也是同时的 抽击对方脸吧啊 啊 你再打 他 啊 抽他 那边也是啊 啪 他啊 是这样的 好 我现在慢慢喂你一下啊 找感觉 哎 对了 再来 哎 但是你这个推不对 你不是推 不是横推 你这往下压不对 你横推我 往里推 哎 往里推啊 你看我打你 打你 抽出去 哎 对了 哎 这手我别拿回来 我推出之后 我就推出之后 我这手不往回拿 我要拿回来 你们还得打我吗 哎 你看你打我啊 好 哎 我按住 压住他的手 他的手起不来 而且对方的那只手 也是他的左手 他打不了我啊 我主要是脸在我这 我留他干啥 我不抽他干啥 我就抽他 哎 再坐一遍啊 你看 走 哎 对了 走 哎 走 好 这边 这边 在那边 再坐啊 还是啊 坐 慢 为啥慢啊 动作不是 不要分拳 一 二 没有啊 就是同时都是一 踝 一 啊 拨 弹 都是同时把这个动作出事 不要分拳 这就不是了 这就不是弹拳了 这也最后 而在时间中 也体现不出他的 他的那个威力了 啊 好 再来啊 走 哎 哎 对了 哎 你还有点拨 拨往下拨 推 往我这边方向推 你可以推我 哎 我这打你都打不了 你这只能打我啊 好 再熟练一些啊 好 哎 对 对了 好 慢一点啊 走 打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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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哎 好 哎 大 好 大 好 大 好 你现在这个弹拳呢 动作现在基本是掌握了 但是呢 还不算太熟练 你这个腕子啊 这弹劲没做出来 你感觉到没有 你没有这手腕 没有这个弹劲 啊 你把这个弹劲做出来 就好了 哎 哎 弹劲 哎 也是抖劲 啊 要不怎么叫弹拳呢 啊 或者可以叫它抖拳 是抖对 啊 再做一下子啊 注意啊 手腕的弹劲啊 哎 对了 哎 对了 对 好 同时啊 这还慢啊 记住要把这个动作啊 一定要是同时完成 好 再来啊 哎 好 下面我介绍一下拳法中的翻背拳 什么叫翻背拳呢 当对方向我击打啊 用直拳击打我来时啊 打我的面部啊 我迅速地用左手啊 咱们以左手为例啊 用左手拍压对方的手腕部压下去 把对方直线进攻的拳法的路线给破坏 这就破坏了啊 拳打过来 拳打过来 破坏了啊 做的同时 我右拳怎么办呢 右拳从体前方啊 由下向上翻转 用我的拳背 打击对方 啊 用拳背 打击对方哪呢 打击对方的鼻栏鼓处 啊 这个叫翻背拳 这个拳法也是 传统武术套路 方子圈中的一手手法啊 下面做一遍再给大家啊 侧面啊 对方向我拳打过来啊 打我的面部或者我胸部 我用我的左手下摁 外拨 然后啊 右手在体前翻转 拳心朝礼 用我的拳背 打击对方 打对方的鼻梁啊 我快坐两边看一下啊 记住啊 在住啊 翻背拳的时候啊 一定要手臂要放松啊 也应该有一种什么劲呢 弹劲啊 弹劲 这个弹劲啊 这威力很大的 如果你手臂不放松啊 做得僵硬 打得对方也没有力 你们要知道鞭子一样啊 鞭子抽人的时候 那个鞭烧 啪 最后力量到哪啊 在鞭烧上 这个拳反背也是一个道理 做的时候啊 有个抽打之劲 用我的拳背 因为我的拳背很硬啊 啊 这边都很多骨头啊 打到对方的鼻梁也好 打到对方的眼睛也好 这给对方能照着很大的创伤啊 弹啊 有个弹劲动作啊 弹劲对方的面部 鼻梁眼睛啊 所以打这个拳的时候啊 一定要记住 打得要准 力点要狠啊 打的这个力度啊 要狠啊 只有准 狠 才能给对方照着很大的创伤 要不轻轻点水 弹一下了 不怎么地 对方还要跟你进行啊 较量 对不对 啊 所以弹的时候要准啊 瞅准 对方一拳打过来 同时拍击啊 对方的手啊 拨开也是 拨开 啪 打击对方脸部啊 啪 啊 这个手法啊 是不戴全体手套用的时候 特别好使的啊 你要戴手套的话 那手套这么厚 全体手套 对方啊 也造成不了什么损伤啊 所以呢 这个拳法啊 在实战中 也是可以说 在不戴全体手套中啊 在实战中啊 很好使啊 练一遍啊 再看一下啊 弹啊 反背弹击对方的眼镜 或者鼻梁 弹啊 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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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背拳啊 这个翻背拳记住啊 它跟那个弹拳有点相似 弹拳拨的时候往横向拨 啊 这回呢 对方向我打了这个直拳之后呢 我往下摁 啊 然后我的左手 咱们还以左手为例 我的左手从体前翻转 用我的拳背击打对方面部 好啊 翻背的时候啊 啊 记住啊 我这个翻字拳啊 用 对方用直拳打来的时候 我往下摁了 啊 不像啊 弹拳 我往横向去拨 啊 它往下摁 然后用我的手臂击打对方的面部 啊 从体前咬环 用拳背弹击对方的面部 啊 弹击对方的鼻梁 啊 这个打的时候也是跟弹拳相似 啊 也是同时完成的 啊 弹啊 这个翻背这个拳打的时候啊 是从下向上打击对方的面部 应该打击的时候 应该快速有力 啊 弹劲 啪 啊 啪 啊 做出来 啊 做出来啊 好 下面我向你进攻 你向我进行啊 还击啊 好 好 停 你现在没有翻的感觉啊 好像也有点像直拳 但是还不是直拳 必须从体前翻过来 哎 啊 你向我打一个直拳过来啊 我把你手臂压下来 控制你 上翻 啊 击打对方啊 再来你看啊 慢镜头 哎 哎 这不就打上了吗 啊 哎 好 下面我再一下你进攻啊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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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臂没按下去 哎 按下去 哎 这时候 就按下去 我这脸是不是给你露出来了 对不对 哎 哎 弹 弹 哎 对了 再打 弹 对 好 啊 再打啊 哎 哎 哎 你这有点挠 有点挠 往下 一按就行了 不要做出好像有点挠的感觉 啊 好 到这边来 哎 哎 我这边弹 啊 这边你哪边重啊 哎 对了 那边翻啊 啊 好 我左拳向你积打啊 啊 哎 哎 哎 对了 刚才那个不对 那有点像直拳了 必须这个翻呢 记住啊 从体前翻过来 用我的拳背 用你的拳背了啊 用你的拳背打我的面部 啊 你看我喂你一下 慢点啊 走 还不对 哎 对了 这个对啊 对 对 同时 同时 哎 同时 慢一些 不要着急 要体会动作 哎 对 哎 哎 好 我是一 先打出去 你是二 同时两个动作 二 这是二啊 啊 一 对了 一二 一二 再来 一二 好 一二 好 好 移动啊 好 来 来 还慢下去 按下去 把我这手边也起 我很没使劲啊 你这个力量你要是按不下去的话 啊 那能行吗 你按不下去 你把对方的拳 像我进攻的拳 我按下去 我给它按在底下 越按下 越往下 它露的面积就越大嘛 嗯 是不是 再来啊 哎 哎 走嘞 啊 走 慢点 这套搏击三打教材 从现在开始就介绍到这里 但是我要向观看这排录像带的同人们啊 啊 看了之后 要吸吸里头的精华啊 尤其里头的东西还没真正的讲拳 特别是在步伐里头 作为一个好的三手运动员 步伐在各种拳法里它很主要的 没有步伐的移动啊 你就不能打击对方 你不能退也不能守啊 只有步伐移动啊 你才能跟对方找出距离感啊 才能打击对方啊 用拳打他啊 用腿踹他啊 所以呢 步伐 要求很主要的 再一个组合动作 咱们现在学了不少动作了啊 打法啊 洗法 肘法 肘法 都学了 甚至洗法 肘法啊 这着重的介绍了一下 你必须结合步伐 才能运用上啊 不能原地 打啊 结合着步伐 前滑步 后滑步 左滑步 右滑步啊 圈步等等 这样结合上 你才能把这些技术动作运用自如啊 再一点我要介绍 功力练习也是很主要的 作为好运动员 功力 如果你的拳 没有力量 打出去 腿踹出去 没有力量啊 没有硬度 也不能给对方造成重创 啊 也不能给对方造成重创 所以呢 要求每个人 在看了这盘带之后 在学习 演练的时候 还要多实践啊 多实践 结合着步伐啊 运用摔啊 运用打啊 运用踢啊 啊 所以这样上的技术才能提高啊 尤其啊 组合动作我们没介绍啊 组合 每个动作都可以进行组合 比如说我打啊 打啊 哎呦 我也可以用腿法进行踢啊 我打 我也可以用摔 进行跟对方进行搏斗啊 特别是基本功练习 特别重要啊 做一个好的选手 对基本功更要经常的练习啊 基本功扎实了 它的技能也会提高的了 啊 所以呢 基本功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